今天天气还好 不冷也不热 也没有那种很强烈的阳光直晒 给小朋友洗了一下澡 好舒服呀 其实他这么小 干什么都感觉放不开手脚 对很紧张 很紧张 超级紧张 那个手脚一直是转把的 我们也很怕弄疼他 他也很紧张 很害怕 怕我们很害弄 医生说要偶尔像这种 给他吹一下对流风 最好呢 就是有太阳的时候 出来晒晒太阳 他比较有利于他的营养吸收 据说买的这个新色奶粉 一天能长二两肉 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我看主说的 不可能的事情 我觉得有什么可能 宝宝回家已经有四天的时间了 就这段时间 今天起我最担心的问题呢 倒不是宝宝健康问题 而是一家人嘛 一定在一个床上面睡觉 安宫的这么小 也不可能脱离我们自己 一个人分房睡 就只能在这张床上了 担心他每天蹦蹦哒哒的 会 会伤到小宝宝 爱蹦哒的时候 对 之前没回来之前的 每天就在床上蹦 在前天晚上吧 我还是忍不住打了一下他的手 哎呀 打完之后 马上我就后悔得不得了 我知道 我知道他不是故意的 他不小心把那个 手机拍到他的脑门上 就打了一声 哇 那我心脏突然之间 停跳 停跳了一下 我不知道 有点不知所措吧 然后宝宝一点事都没有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对 然后我还以为太晕了 之前在打嗝 一拍就连嗝都不打了 然后我就 你不知道是前一次还是怎么样 我就一巴掌打 打到他手上 我就说 你怎么打妹妹啊 你要小心一点 打完就后悔 打完就后悔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 哭了半个小时吧 他就 说不要宝宝了 哎呀 我的心好内疚啊 安顾说不要宝宝了 但是我的心好内疚啊 然后我就抱起他 好忙 每一下就好了 好了之后就说不要爸爸了 而且是带着 带着哭腔的那种 他说不要爸爸 不要爸爸 哎呀 真的是打完就后悔 网友说过的 阿宝回来之后 安顾的保护等级会下一集 哈哈哈哈 真的是这样 没办法 我现在我是这样处理的 因为小了他还什么都不懂吗 嗯 如果安哥他有什么需要 我又是第一时间满足他 然后 先照顾他的情绪吧 对 我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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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安全 肯定是在第一位 后面的话他要闹 要怎么样都无所谓 就是那次确实 有点失态了 哇 妹妹来了 妹妹来了 要跟妹妹一起玩吗 安哥 这是谁的妹妹 安姑的妹妹 要盖住妹妹啊 不要早点玩是不是 要跟妹妹玩一下心疤 平时他哥妹妹是很好的 哎呀是要玩妹妹 嘿嘿 有时候被子没盖啊 他也会主动给小家伙盖被子 回来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啊 就是我要看妹妹 我要看妹妹 就算我们拦着都不行 他都要过去看两眼才能睡着 已经连续三四天了 连中午觉都没有睡 正常来讲 他一到了两点钟左右啊 就要睡一个午觉 睡到四五点钟的 轻轻摸摸 温柔一点喽 安姑以前也是这么小的 知道吗 安姑没这么小过 哈哈哈哈 安姑出生七七四 这个出生二斤 二斤半 差不多一大一半 大了三倍哦 大了三倍哦 妹妹可爱吗 妈妈 这谁呢 谁的 那是爸爸的 是奶奶的宝宝 那是爸爸的 爸爸的妹妹 我的儿 那是妈妈的 也是妈妈的 爸爸谁没有笨 爸爸没笨 爸爸没笨 爸爸也是爸爸的 妹妹呀 妹妹睡得好鲜 这个小家伙跟我们的时钟是相反的 这两天我们每天几乎都是熬夜来照顾他 我一般睡到三点钟嘛 12点睡到三点 然后他就起来了 起来之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他就开始不是死就是尿 就吐奶 对有时候一天晚上 就从凌晨一点钟到六点钟能拉四次 搞得我们以为不太正常 专门打电话给医生 然后现在白天他又睡得很好 又什么事都没有 你看这么吵的环境他都能睡得很香 小心一点啊哥 我觉得他可能是在保温箱里面 比较吵嘛有一些遗弃的声音 他可能就睡得比较好 然后我们晚上就太安静了 他就睡得没到高 应该是这样 对 反而我们白天的时候 昂姑就比较吵闹嘛 他也睡得很香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这样拉 你们两个又和好了 昨天他还不服气 还抱都不让我抱 现在自己过来了 好笑哦 这样子啊 家住 家住 北烟 北烟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怎么办 走不了了 不走了 不走了 让他们去继续睡他的午觉吧 他其实不算午觉 他一分24小时 几乎都在睡 要把他的头稍微垫高一点 过段时间再做个米袋 给他睡好 到他头洗 现在看起来确实 有点长长的 但是我没办法把他弄 对比一下他脑袋也小嘛 等下他长大之后呢 旁边就碰出来就好看了 要慢慢来的 不是一下可以的 你要干嘛 你要干嘛 你哪里睡 我要在这里睡 你要跟妹妹睡啊 你要在这里睡啊 在这里睡行不行 在这里睡 过来吧 来 睡吧 这小家伙也会吃醋 看 看栗芹给他 盖被子 他也要盖被子 就过去跟他妹妹抢 这个有点湿 这个给妹妹擦身体的 不要这个 放这个 哇 根本就睡不着的 就是假装的 现在才几点钟睡觉 睡 晚上那里睡 哦哦哦 睡高高 哦哦哦哦 希望最后的这些囤货 够用吧 现在一次才30毫升 但是 但是 像这些奶啊 只要一包热了之后 取完30毫升 其他的像多了60毫升 整包都作废了 没用了 这个是专门买篮热奶的 明天又要去一趟医院 给小朋友做一下复查 这个是最痛苦的一个检查 眼底筛查 我看人家的检完检查完 那个两个眼睛都肿了个核桃一样 而且来回200多公里 300公里路程吧 你好吵呀 你太烦了 下雨 下雨 小家伙开始不耐烦了 姐姐怎么这么吵 她吃饱了 已经 但是就是因为安过 本来人家安安静静的美女子 在那里睡觉 在长身体 她突然一开门 吓人一跳 她叫爸爸去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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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讲就不要讲了 小小姐姐姐 小猪姐姐 小猪姐姐 明天小妹起来会不会 Had我眼 Neu 明天小妹起来会不会 Hat眼圈很重 明天小妹起来会不会 Hat眼圈很重 我觉得会 我觉得会 一天到晚 dass we at the yard 一天到晚就是往他妹妹那里蹭 就是往他妹妹那里蹭刷 往他妹妹那里蹭 你还吵 et prereáis LC 又被吵气了一次 微微你 artificial 明天还没 الله你也要睡了 universe 你不敢揉 你不敢揉